众生在无量劫来,沉沦生死苦海,生不知从何而来,死亦不知从何而去。 究竟什么驱使我们来到这个夕阳形役的陈世,后来又匆匆离世而去呢? 佛经说,众生因有业力而流转生死,人是因为妄想执着分别而造业受报的。 所以基本上,万法为心所做,当你的心在迷,就是凡夫众生,当你的心在觉,就是佛了。 无论各事迷事,都是你的心,所以佛经说,心佛众生三无差别,即是三种都是违心。 明朝无名为经禅师,临完直前说了一首解语, 无此劫来只这个,今日依然又这个,福章这个了那个,这个那个同安乐。 为什么禅师好像同心未敏那样,临终还遗留这么多这个那个呢? 一首诗有四个这个,两个那个,这个那个究竟为什么呢? 无此劫来只这个。 在无量劫以来,自从沉伦医生死六度轮回之中, 就只是因为这个妄心,禅师用这个代表众生的妄心,妄心是执着分别心。 因执着贪亲痴,而起杀到淫妄等恶业,因为这个而流转生死,受苦无穷的。 今日依然又这个,今生因为这个妄心而投生这个世界,受尽人生的悲欢离合,喜怒哀乐,生老病死,妄心作业,因业而受报生。 今日亦要离开这个欲身,所以说,今日依然是这个。 福章这个了那个。 禅师说:"我今生修行,是用这个妄心与业部的身体去修行的。 这个妄心是意识。 无论行,住在我,念佛证经,参禅拜忏,行善,止恶,都是用这个意识与身体力行的。 用意识与自己的身体修行,才能够了悟那个真心。 所谓借假修真,无意识身体又怎样去修习呢? 所以说,福章这个了那个。 即是用这个妄心去了悟那个真心。 结果怎样呢?禅师说:"这个那个同安乐。 当妄心转迷成国,转白色成政治,妄心照见本来清静的面目。 到了这个时候,妄心和真心成为一体。 这个妄心和那个真心同归安养。 所以说:"这个那个同安乐。 各位,用有限的言语文字,是很难表达内心缘妙的境界。 无名惠惊禅师,她的临终计很幽默地用这个那个来表达, 还围留一些谜语给她弟子思维。 唐代大梅法常禅师,临圆直的时候, 刚刚听到一只虫鼠吱吱的叫声,她应机地留下一首解语。 就是这个,不是别的。 你们要善于修持互念这个,我走了。 那究竟这个是什么呢? 请大家思维一下。 在这首个人们在做的反应。 没有想到吧。 我真的买回来到证据。 我就是说。 我说我代表了。 我访问一下语言语语语. 那是买回来。 感谢观看